大家好,我們是跳繩強心大使 香港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 香港的學生的運動量大大減少 而每年都會舉辦的跳繩強心 花式跳繩比賽都因此而取消了 所以又見及此 香港心臟專服學院跳繩強心計劃 今次就舉辦了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 目的是為了鼓勵同學多做運動 和享受比賽的樂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參加 好,接著就會說一說 今次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的基本比賽資料 今次的比賽日期為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進行 今次的比賽組別分為 男女子幼兒新智組、男女子小學組 和男女子中學組共12個組別 今次的比賽 參賽者需要在15秒內跳到最多的下數 而中小學組的比賽項目為 雙腳跳、單車步、二重跳和交叉開跳 而幼兒園組的比賽項目為 朋友跳、單側回旋跳、大繩和單人繩雙腳前跳 而今次的比賽是以項目計算 每個項目的報名範圍為港幣100元 竟然會一般 bom SET GO SET SET GO 要記住,跳繩的比賽次數只會計算幼稚園同學的雙腳跳繩次數 而家長跳繩就不會計算 之後就要講講我們今次比賽的獎項 每一個組別都會分別有冠、亞、季各一名 另外,優異獎各五名 同時,只要你參加我們今次的網上跳繩比賽 跳繩強心都會頒發一張成績的證書給大家 而今次的網上比賽 將會設有分級的制度 只要你跳到特定的成績 將會有一個指定的級別 快點來報名吧 好,接下來是比賽要注意的事項 各位參賽者在運動前後 都需要分別進行足夠的熱身和緩和運動 在我們跳繩的時候就需要注意呼吸 千萬不要閉氣 亦都要因應個人的健康和體能狀況去選擇適合的速度和節奏 如果你不是恆常參加跳繩運動的人士 你就需要由一些簡單的花式和緩慢的進度去開始訓練 其後再逐步提升速度、時間和花式難度 如果大家在進行跳繩運動的時候或之後 身體產生任何不適或負面變化 那就請應該立即停止練習 補充少量的水分 並且尋求協助 各位參賽者在進行比賽之前 首先要找一塊乾爽平坦的地面進行比賽 而在比賽之前就要注意大家要有足夠的空間去進行 而跳之前就要準備一條適合的長度和繩去進行比賽 如果你在室內進行比賽的同學 那就必須要注意空氣流通 假如你在戶外進行的 亦都需要戴口罩 如果在進行比賽的期間 我們亦都需要有成年人陪同 大家在比賽前後都最好補充足夠的水分 如果各位參賽者對於自己 適不適合參加以上的跳繩比賽全有疑惑 可以向醫生或專業教練 諮詢專業的意見 詳細的比賽資料 就可以去到我們跳繩強心的網站查詢 快點來報名吧 在等你啊